Chinese Mandarin Language is not harder than you think. Hanbang Class has more Chinese coursework and efficient materials to help you get it easier. We will also update every week. Let's subscribe and learn more here. Enjoy with us, Hanbang Class! HSK标准教程是一套专门针对HSK考试编写的考教结合教程。 从内容到形式与考试全面接轨。 本书是第三集练习册。 配套录音、录有每课的听力练习和模拟试卷的听力部分。 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发行。 HSK Standard Course is a series of coursebooks on HSK, which combines testing with teaching and matches the test in all aspects, from the content to the form. This is the CD for Workbook 3, includ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listening exercises in each lesson, as well as the listening part of the modal test, recorded,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Electronic and Audiovisual Press. HSK标准教程三 练习测 HSK Standard Course 3 第十三课 我是走回来的 Lesson 13 Lesson 13 I Walked Back 1. 听力 1. Listening 第一部分 Part 1 第一到五题 听对话 选择与对话内容一致的图片 Questions 1 to 5 Choose the right picture for each dialogue you hear. 例如 Example 喂,请问张经理在吗? 他正在开会,您半个小时以后再打,好吗? 一 爷爷,这本书我没看过,是您新买的吗? 这是爷爷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这是爷爷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一 爷爷,这本书我没看过,是您新买的吗? 这是爷爷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二 你终于来了,箱子里东西太多,我刚才搬了几次都没搬起来。 我放下电话马上就跑过来了,来,我帮你搬下去。 二 二 你终于来了,你终于来了,箱子里东西太多,我刚才搬了几次都没搬起来。 我放下电话马上就跑过来了,来,我帮你搬下去。 三 你看,我家小狗多喜欢你,见了你就跑过去了。 三 它这么快跑过来,是因为我拿着好吃的。 三 你看,我家小狗多喜欢你,见了你就跑过去了。 它这么快跑过来,是因为我拿着好吃的。 四 好久不见,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了,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来这家公司面试,刚面完,走,我们边走边聊。 四 好久不见,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了,你来这儿做什么? 我来这家公司面试,刚面完,走,我们边走边聊。 五 你看这孩子怎么了?我过去帮他一下。 别帮他,让他自己站起来,他一定可以。 五 你看这孩子怎么了?我过去帮他一下。 别帮他,让他自己站起来,他一定可以。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第六到十题 听句子,判断对错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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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自己更健康,他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锻炼身体。 他希望自己很健康。 今天我想早点回家。 今天我想早点回家。 看了看手表,才五点。 过了一会儿再看表,还是五点。 我这才发现我的手表不走了。 那块手表不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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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住在我家旁边的是个老人。 他很热情,喜欢帮助大家。 大家有了问题,都愿意请他帮忙。 那位老人遇到了问题。 六 住在我家旁边的是个老人。 他很热情,喜欢帮助大家。 大家有了问题,都愿意请他帮忙。 那位老人遇到了问题。 七 过去,我喜欢每天早上起床后,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 现在我没有这个习惯了。 现在我没有这个习惯了。 因为太忙了,没时间了。 他一直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 七 过去,我喜欢每天早上起床后,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 现在我没有这个习惯了。 因为太忙了,没时间了。 他一直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 八 早上,我起了床就出门了。 到了半路,发现没带电脑和钱包。 又开回去拿。 到公司的时候,已经十点半了。 他是开车来公司的。 九 九 九 妈妈妈忙了一天,回家还要做饭。 九 九 九 我让他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但他总是边笑边说,为你和你爸做饭,我很高兴。 爸爸很喜欢做饭。 十 方校长的办公室过去在四层,他每天都爬上去。 上个月搬到十二层以后,他开始坐电梯,不爬楼了。 以前方校长喜欢爬山。 第三部分。 方校长的办公室过去在四层,他每天都爬上去。 上个月搬到十二层以后,他开始坐电梯,不爬楼了。 以前方校长喜欢爬山。 第三部分。 第十一到十五题。 听短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例如。 例如。 小王,帮我开一下门,好吗?谢谢。 没问题,您去超市了,买了这么多东西。 男的想让小王做什么? 十一。 您怎么这么累? 电梯坏了。 女的为什么很累? 十一。 您怎么这么累? 电梯坏了,我是爬上来的,快给我喝口水。 女的为什么很累? 十二。 超市离家这么远,我们真的要走回去吗? 只有三站,我们边走边聊,一会儿就到家了。 多走走,还能锻炼身体,不是吗? 女的想做什么? 十二。 超市离家这么远。 超市离家这么远,我们真的要走回去吗? 只有三站,我们边走边聊,一会儿就到家了。 多走走,还能锻炼身体,不是吗? 女的想做什么? 女的想做什么? 十三。 你真的要出国? 去那么远的地方,不是想回来就能回来的。 你爸妈多想你啊。 她们说年轻人应该走出去,多看看外边的人和事。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十三。 关于女的,看看外面的人和事。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多看外面的人和事。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请衣服いうこと什么? 十三。 那么多车,吃饭的人真不少。 我们把车放在这儿,走过去吧。 也不远,两分钟就到了。 他们现在最可能在哪儿? 那么多车,吃饭的人真不少。 我们把车放在这儿,走过去吧。 也不远,两分钟就到了。 他们现在最可能在哪儿? 你几号到北京,票买好了没有? 别担心,我下个星期六就飞回去了。 男的怎么回北京? 十五 你几号到北京,票买好了没有? 别担心,我下个星期六就飞回去了。 男的怎么回北京? 第四部分 第十六到二十题 听长对话,选择正确答案。 例如 例如 晚饭做好了,准备吃饭了。 等一会儿,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 快点吧,一起吃,菜冷了就不好吃了。 你先吃,我马上就看完了。 男的在做什么? 您好,昨天从你们洗衣店拿回去的衣服不是我的。 这件衣服不是您的。 您看,我叫方明,这上面写的是方鹏。 一定是服务员边听音乐边工作,拿错了。 真对不起,您先坐下来喝点水,我马上就去给您换。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十六 您好,昨天从你们洗衣店拿回去的衣服不是我的。 这件衣服不是您的。 您看,我叫方明,这上面写的是方鹏。 一定是服务员边听音乐边工作,拿错了。 真对不起,您先坐下来喝点水,我马上就去给您换。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十七 小周,你现在要回公司吗?你是开车来的吗? 我是走过来的,车放在公司门口了。 怎么了?有事吗? 你能帮我给老周带回去点东西吗?他放在我这儿好长时间了。 明天可以吗?明天可以吗?明天我还来你们这儿,到时候开车过来。 女的想请男的做什么? 十七 小周,你现在要回公司吗?你是开车来的吗? 我是走过来的,车放在公司门口了。 怎么了?有事吗? 你能帮我给老周带回去点东西吗?他放在我这儿好长时间了。 明天可以吗?明天我还来你们这儿,到时候开车过来。 女的想请男的做什么? 十八 刚才从电梯里走出去的那个瘦瘦的女孩,你认识? 对,是我以前的同事。听说现在都是经理了。 以后你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吧。 没问题。 女的在电梯里遇到了谁? 十八 刚才从电梯里走出去的那个瘦瘦的女孩,你认识? 对,是我以前的同事。听说现在都是经理了。 以后你介绍我们认识一下吧。 没问题。 女的在电梯里遇到了谁? 十九 服务员,来瓶红酒。 你不是开车了吗?能喝酒吗? 今天是你的生日,喝几口没关系。 那你的车今天放在这儿吧,明天再过来开回去。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十九 关于男的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 走累了吧? 我们去太阳咖啡店坐一会儿吧。 那家店在三层,也没有电梯,要走上去。 喝完咖啡还要走下来,我腿疼。 那去西西蛋糕店吧,有电梯。 好啊,好啊,好啊,那家店在高层,从上面看下去特别漂亮。 女的要去哪儿? 二十 女的要去哪儿? 二十 一 二 三 三 一 二 一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